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是《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顾名思义就是和爱人和伴侣相处的关系 尽管亲密关系并不局限在爱情方面 还包括好友之间的关系 但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与爱情有关的亲密关系 回想一下你和男朋友或者你和女朋友的生活 或者是你朋友们的感情故事 争吵冲突是经常发生的 人们常说床头吵架床尾和 可见争吵冲突在亲密的情感关系中有多么普遍 不论两个人曾经多要好 多么如交死期 一旦开始争吵 立刻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 有时候矛盾可以尖锐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作者打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方 来描述这种矛盾 想象你和伴侣坐在一张长桌两头 桌子中间有一顶帽子 这顶帽子一边一种颜色 从你的角度看是红色 从对方角度看却是蓝色 而且你和你的伴侣都看不到对面的颜色 不难想象 你们俩很快就会吵起来 因为两个人都觉得 对方不是色盲 就是在胡说八道 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亲密关系 说的就是 为什么相爱的人会出现冲突 以及当冲突发生时 应该怎么办 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加拿大的克里斯多福梦 从1993年开始 克里斯多福就一直在研究人类的亲密关系 他在1999年写的这本书 希望能给每个人贡献一份情感路线图 帮助每一对伴侣 夫妻获得更好的亲密关系 克里斯多福在书中 把亲密的情感关系拆解成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绚理 你和伴侣的情感很甜蜜 对方身上的优点说都说不完 相处一段时间后 就进入第二个阶段 幻灭 你发现原来对方身上也有不少缺点 有些甚至难以容忍 第三阶段叫做内心 你和伴侣的日常冲突变得非常频繁激烈 曾经在对方身上发现的优点 好像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 放眼望去全是缺点 但你也慢慢发现 对方就像一面镜子 反衬出自己身上的不完美和缺憾 最后进入第四个阶段 启示 经历了前面的冲突和痛苦 两个人更加理解爱的真谛 开始认真对待内心真实的自己 并且能够共同成长 从最初的如胶似漆 慢慢发现彼此也不是那么完美 到后来争吵到一定程度 你发现原来自己身上也有很多问题 为了帮助自己和对方共同成长 你们开始正面对待各自身上的缺点 也更加爱对方 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对一个人的了解 有浅入深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最初的绚丽阶段 也就是蜜月期之外 后面几个阶段 了解对方更深了 但也面临更多冲突和痛苦 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要告诉我们 冲突在亲密关系中非常关键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 在亲密关系中 冲突都是什么样子的 作者把最常见的冲突形式分为三种 第一是攻击 第二是情绪抽离 第三是被动攻击 先来看第一种攻击 攻击就是公开表达愤怒 比如批评指责威胁 甚至辱骂肢体冲突等等 作者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有一次他和女友去夏威夷度假 虽说是度假 但当时两个人其实正在闹别扭 一整天 他们始终揪着对方身上的细节不放 不是说对方有意难看 就是讽刺另一半帐篷搭得不好 睡觉时说对方睡觉难看 开车时又批评对方车技不灵 在一个下雨的傍晚冲突升级 他们一边在崎岖的山路上开车 一边争吵 就这样一路风驰电车的开着快车 一路大吵大闹 作者说 后来他才明白 吵架的时候两个人讲的话根本没什么关联 都在气头上 只要能证明自己是对的 对方是错的 任何旧长都可能被翻出来 心里有什么埋怨都直接跑给对方 这种情况大家应该都经历过吧 攻击的冲突如果升级不加控制 可能会非常危险 第二种冲突是情绪抽离 情绪抽离就是冷战 两个人避开正面冲突 选择冷战的方式 一言不发尽可能逃避 有些人不喜欢直接对抗 所以在伴侣闹别扭的时候会选择闭嘴 不跟你吵 不跟你闹 可就是不理你 生气的时候要么摆出委屈的表情 要么摆出一张臭脸 言外之意就是滚去死吧 情绪抽离的目标是远离痛苦 举个例子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这样一对夫妻 有一天妻子看到电费单 被上面的数字吓到了 她赶忙和丈夫讨论起来 然而没说几句就变成了正常 妻子抱怨电费这么高 没钱去度假了 丈夫则埋怨说自己成天加班 拼命赚钱还能怎样 顺着加班这件事 妻子又开始抱怨 因为加班太多 两人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而丈夫则觉得妻子有点无理取闹 因为两个人前几天才一起吃过晚餐 吵了一会之后 两个人并没有像作者和他的女友那样 继续将冲突升级 不顾安全地在雨夜山路开快车 而是选择了逃避 丈夫找到了一个借口 这样吧 我们该买牛奶了 我现在去超市了 就这样 他们的冲突被搁置下来 如同作者所讲的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 那就是离问题越远越好 解决不了就躲起来 第三种冲突形式叫做被动攻击 这种方法就是故意装可怜 装作非常受伤 几乎要哭出来 并且装委屈的这一方要暗示问题是对方造成的 但并不明说 作者提到这样一个案例 有一对夫妻结婚三年了 丈夫总是忘记妻子的生日 这一天他又忘了 回到家 发现妻子刚刚哭过 正在用纸巾擦着红红的眼睛 丈夫赶忙关切地询问 妻子却只是说 我没事 边说边擦着眼泪 在丈夫再三地追问下 妻子终于吐露了原因 我没什么 只不过今天是我生日 本来以为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吃晚餐的 丈夫这才恍然大悟 连连道歉 但妻子却一直说没关系 不想因为自己破坏丈夫的安排 丈夫赶忙说换一天补偿他 但妻子以各种理由回绝了 而且这些理由看上去似乎都是妻子在当好人 我不想破坏你和朋友的聚会 我不想影响你工作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想想看 妻子这么做是真的原谅丈夫了 还是故作姿态给对方施加压力了 作者认为 妻子的做法看似体谅丈夫 但结果是 不仅对于坦诚的沟通没有帮助 反而制造了更大的隔阂 对话结束后 丈夫满怀愧疚感 妻子呢 单方面扮演受害者 只让对方内疚 可以说是通过这种方式惩罚了他 也就是被动攻击 作者指出 这种做法对于化解亲密关系中的矛盾 没有任何好处 也许 忘记对方生日只是表面现象 更深一层 可能是丈夫正在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 如果两个人能够坦诚的沟通 这种深层次原因就有可能被发现 但这位妻子的做法 只会让丈夫压力更大 对两个人的关系 反而有害 不论是激烈异常的攻击 还是表面无声无息 实际暗流涌动的冷战和被动攻击 在亲密关系中 如果冲突一直存在下去 一定会对两个人的关系造成致命打击 那么冲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作者在书中做了深入解释 作者认为冲突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无知 第二个是恐惧 先来看第一个 无知 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段亲密关系 都会出现矛盾和不愉快 对这个事实没有清醒认识的人 其实就处在无知的状态中 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处在蜜月期中 因此一旦遇到冲突 马上乱了阵脚不知所措 这种对亲密关系中冲突的无知 常常会把一些小摩擦升级为严重冲突 作者举了几个极端的例子 夫妻俩刚刚生了小孩 就为孩子以后读哪所高中 吵得不可开交 一对夫妻为沙发摆放的角度而争执不休 一对夫妻在公园见到一只鸟 一方认为是乌鸦 另一方认为是黑雀 为这点小事 他们几乎吵得要离婚 这些例子听起来可笑 但都是作者遇到的真实案例 作者说人一旦陷入情网 难免会有过高的期望 以至于最后掉入幻灭的深渊 但爱情的期望一旦幻灭 人们就会开始怀疑亲密关系的真正价值 造成亲密关系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无知在这时候开始发挥作用了 对爱情的期望落空后 无知的人很可能妄下结论 认为亲密关系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你也许也有这样的经历 最开始因为某件事各持己见 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很快这种讨论升级为争吵 两个人不知道分歧是多么常见的事情 并且都不让步 于是争吵继续升级 吵到最后 你可能连最初讨论的是什么都忘了 仿佛对方脸上就贴着一个大大的错字 不管他说什么都不对 在和伴侣争吵时 人们特别爱强调自己是对的 也许你会问 为什么这种事后看起来很可笑的争执 当事人却常常无法避免呢 作者的解答又深入了一步 他认为 我们之所以坚持自己是对的 主要是因为内心的恐惧感 恐惧感就是冲突产生的第二个原因 亲密关系中 人们对于承认错误这件事是很恐惧的 因为大家都害怕 一旦承认了 可能就会被惩罚 也可能永远不会被另一半原谅 更重要的是 承认错误就意味着 跳开当下的政治 正是痛苦的现实 作者通过多年的心理咨询工作发现 大部分亲密关系 冲突的本质 都是因为对现实的恐惧 这里所提到的现实不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而是内心的现实 那就是童年的心理阴影 作者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来说明童年的阴影 对成年后的亲密关系有多深刻的影响 约翰和玛丽同居一年了 玛丽每次把浴室弄乱都不收拾 而约翰喜欢整洁的环境 所以很受不了这一点 他已经和玛丽说过好几次了 但没有什么改善 这一天 约翰刚一进浴室就冲了出来 生气地走到玛丽面前 两个人很快就吵了起来 你肯定能猜到 他们争吵之后的重点 变得和浴室态乱没关系了 一旦进入冲突状态 对方都会抓住一切能够证明自己是对的 对方不对的理由 像机关枪扫射一样 一股脑地丢给对方 可是 为什么这样一件小事 能让两个人歇斯底里不依不饶呢 作者认为 在亲密关系中 人们需要体现自己的重要性和存在感 换句话说 我很重要 你不能无视我 这个例子里边 两个人都感觉对方忽视了自己 约翰觉得玛丽从来不听她的话 简直就是无视她的存在 这勾起了约翰不愉快的童年记忆 小时候在家里 一家人吃晚餐聊天 约翰讲话总是被忽视 甚至有一次得了重病 约翰哭闹很久都没有人理睬 直到最后 家人意识到严重性 将她送到医院抢救 才捡回一条命 另外一边呢 玛丽觉得约翰要求她规规矩矩 就像小时候父母对她的严苛要求一样 小时候父母要求玛丽玩过的玩具都要收好 如果没收好 就会被没收 而且一个月都不准玛丽再玩 父母要求玛丽做一个隐形人 用完的东西收拾好 不能留下混乱的痕迹 在亲密关系中 另一半会勾起我们过去生活中的痛苦经历 透过这个例子 作者为我们具体解释了产生冲突的第二个原因 恐惧 以及这种恐惧背后的本质 我们每个人害怕面对的现实 就是自己的童年阴影 当约翰和玛丽相遇时 他们都以为自己早已经长大 过去的那个自己已经不复存在 一旦吵起来 他们才发现 原来小时候的痛苦一直埋在心里 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为非作歹 人类共同的需求是爱与被爱 当这个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时 我们和另一半的亲密关系 就会遭受严重的打击 并且在心中留下阴影 约翰和家人分享 却从来没有人聆听 他感觉他付出的爱 没有人理会 玛丽的父母对玛丽要求苛刻 惩罚严厉 让玛丽觉得父母并不爱她 所以两个人都勾起了对方的恐惧和痛苦 那面对冲突 应该如何化解呢 作者介绍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是放下立场 第二个是学会接受阴影人物 第一个放下立场 当你发现自己和另一半已经吵起来了 就要注意了 这时候千万不要一直坚持自己是对的 因为坚持自己是对的 就意味着占有了一个立场 在争吵中 对方就不得不站在队里面去跟你死磕 其实吵到最后 未必存在绝对的对错 就像放在长桌中间的帽子 你的角度看是红色 对方看是蓝色 其实两个人都没错 可是因为立场对立 谁也不肯松口 冲突就会不断升级 一发不可收拾 有的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争吵的时候 人们都喜欢坚持自己是对的呢 作者借用一个特殊的概念 受害者监牢 来解释这个现象 受害者监牢里有三个角色 第一个是受害者 第二个是迫害者 第三个是拯救者 作者指出 当我们与另外一半发生争执时 我们首先会感觉自己是受害者 这个状态持续时间可能很短 因为大部分人马上就变成攻击对方的迫害者了 在冲突过程中 如果一方能够放下立场 不再坚持自己是对的 他就顺利进入了拯救者的角色 在亲密关系中 每一次冲突 人们都会在这三个角色中轮换 既然要放弃自己是对的这种想法 那么他的对立面是什么呢 有的人可能会说承认自己是错的 作者这里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那就是两个人都快乐 也就是说放下立场 是为了能让两个人都快乐 如果你觉得明明是对方错了 凭什么要我认在 有一招也许能够帮你想通 你可以假设自己心里有一架天平 天平左边有张字条 上面写着我是对的 右边也有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我们俩都是快乐的 也许你在某一件事上确实没有过错 但针锋相对的争吵 只会破坏彼此的感情 而不是改善感情 所以和两个人都快乐相比 对错真的不那么重要了 这个时候天平左右 哪个分量更重就一目了然了 有的人可能会说 那么我们俩就各退一步好了 这个想法听上去有道理 但在实际冲突发生时是行不通的 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 你仍然对对方有所期望 把自己的快乐当作对方的责任 要求对方为你付出 只有完全放下自己的立场 冲突才有可能真的得到化解 化解冲突的第二个方法 是学会接受阴影人物 阴影人物就是集合了自己身上 所有缺点的那个形象 当你和伴侣吵得不可开交时 你会觉得对方就是这个阴影人物 不论对方做什么 自己都看不顺眼 阴影人物的出现其实是好事 因为这意味着你已经有机会 正面对待自己身上的不足了 不过接受自己的不足 这个过程仍然是困难的 人人皆如此 所以作者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方法 来实现这个目标 接受阴影人物的方法有三步 第一步 寻找对方让你受不了的特质 回想一下 之所以会和另一半争吵 一定是因为对方说了 或做了什么让你恼火的事情 这里有一点很关键 不要停留在事情本身 正如作者在前面提到的 约翰和玛丽的例子一样 让约翰生气的 表面上看是玛丽没有收拾好浴室 但这件事的本质 实际上是约翰认为 玛丽对她的话充耳不闻 所以让约翰受不了的特质便是 忽视她的要求 无视她的存在 找到了这个本质 你需要静下来想一想 到底她为什么会这么做 这其实就是换为思考的过程 接受阴影人物的第二步 是把目光收回来 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毛病 还拿约翰玛丽的故事来说吧 约翰受不了玛丽无视她 那么反过来 她是不是也在生活中忽略了玛丽呢 这一点显而易见 约翰要求玛丽把浴室收拾好 表面上看是出于干净整洁的目的 但实际上是因为约翰不想看到 这些玛丽留下来的生活痕迹 不论是用完放在外面的化妆品 还是没有摆放到位的牙膏牙刷 这些都是玛丽的生活痕迹 约翰不喜欢在她的浴室里 有如此明显的被别人弄乱的痕迹 对照自己身上 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毛病很重要 因为它让我们开始反省自己 如果你也经历过反省自己 承认自己不完美的过程 那么你一定知道 这个过程很痛苦 但是能够解决问题 接受阴影人物的第三步是 告诉自己另一半身上有哪些优点 举个例子 在美剧《老友记》里边有一个经典的桥段 莫尼卡为了让Rachel搬去和菲比住 她和Rachel争吵不休 这时候菲比生气了 她说你们两个都说说对方的优点 否则我不会跟Rachel住的 于是两个人开始拧眼我一语地夸起对方来 夸到最后之前的怒气不见了 才发现原来对方就是自己最不舍的人 重复上面的过程 你就会发现对方身上的不足没那么严重 都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这些毛病不止对方有 自己也有 在接受阴影人物的同时 你也慢慢开始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本书的主要观点 在亲密关系中 冲突有三种主要的形式 攻击 情绪抽离和被动攻击 攻击是很直接的冲突 比如指责谩骂肢体冲突等 情绪抽离或者叫做冷战 以及被动攻击都是比较被动的方式 比如不理睬对方 装委去惩罚对方等等 作者认为产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无知 第二个是恐惧 很多人无知地认为 亲密关系最初的蜜月期会一直延续 所以当美好破灭后 他们毫无准备不知所措 因此一旦陷入争吵 就会把问题搞得更复杂更严重 令冲突升级 产生冲突的第二个原因是 面对童年阴影时的恐惧 所以作者认为 要化解冲突 还得从冲突本身入手 这里作者介绍了两个方法 一个是放下立场 第二个是学会接受阴影人物 接受阴影人物的方法有三步 第一步 寻找对方让你受不了的特质 分析背后的原因 第二步 反思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毛病 第三步 告诉自己另一半身上有哪些优点 这三步可以帮助你 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和对方 从而缓解冲突 避免冲突的发生 这本书就讲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